一个电路故障修了一年多 我是客户找的第十一波维修人员 现在去现场看一下什么故障现象 看看这是维修现场 强弱电师傅 物业的师傅 智能家具工程师都在 故障现象是这个智能锁带电 这把锁它是自控的 就是人把锁打开以后 门厅的灯它就自动亮了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好使 原因是安装智能锁的时候 发生了放电打火 怀疑有漏电的地方 就我的锁跟门一接触 锁跟门一接触 锁这个地方不是也是地吗 对吧 就我的接触点也是地吗 那线接 如果锁完后你见到线以后 对方要装嘛 装的时候就它往这个 一碰我时候 对 运动媒体一碰我时候 打火嘛 就看他这件 他俩这件打火 对对对 就你把这线都接好了 你说线不接 接到这个线之后 一装 以前见过这种线叫吗 以前见过 打火它打了轻微 是那个有设备路电 就是有别的设备路电 通过它这个串过来的 那时候一般是测了30个左右 它是感应电 它这个门锁里边需要一个5V的电源 直流电源 然后再回去一个信号 而它没测到这个线上带了100多V 这个电压是不正常的 它没说 而且前前后后收这个中控 收了三块 现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这是有一个5V电源 5V的电源是 5V电源 是这5V电源 现在这边这几个线 我们现在全给它断开了 这5V电源这个线 接上以后 这个门上就带电 还有一个就是5V电源 出来的电跟这边的铁 你随便跟它铁边一连 它出来的电是140V多V 我们这个门锁吧 是有一个功能 就是用指纹一点以后 我们这个旋观灯是自动亮 哦 自能化这一块 自能化的 但是它不应该是 浓度100多V的电压 你有什么测的 就是用这种时间比测 用这种测的 像这种5V的电源 它是输入220V的交流电 输出5V的自流电 他们怀疑这东西不好 换了几个还是那样 让我过来也是看看这个电从哪来的 打火的时候是这个锁和门之间打火 门是接地的 而锁会产生一个100V的电压吗 或者说有什么办法 把这100多V的电压去掉 如果不放掉还会打火 还会烧中控器 就是因为这个样 所以现在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 这个问题陆陆续续 一年都没解决 所以今天门锁的师傅 中控的师傅 公控自动化的师傅 智能家居的师傅 工程师都在 再加上我这个二把刀电弓 希望能把它解决了 既然来了 那就动手测一下 这个负极或重极吧 那么对这个地 或对这个对外壳 对外壳 有140V的焦虑 这是正常的 正常的是吧 那个是个电 你用焦虑电压挡测的是吧 对 焦虑电压挡测的 那个是个 错误的电 对对对 是个虚电 对 那是个虚电 它可以 虚电 这个电就是一个虚电 不是这个 它那个电是个虚电 是个感应电 七八个师傅 等着我解决这个问题 心里也是慌的一笔 这个是我没法走的 然后测对地 对地露电了 这五幅的电源 这是锁的 它是 这个是对地 是露电的 是接地的 但是是正常的吗 你重极是吧 无论正极还是负极 它对地都有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 对地有个电阻 有个实物的电阻 这头把锁摘下来 以后再测 我锁断开以后再测 断开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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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锁是本身是接地的呗 那个锁有可能坏了 有可能坏了 那个锁有可能是锁坏了 有可能坏了 这不急 哪个是这 这在你 打欧布导 是吗 欧布导 打不打路是吗 它就是有个十屋的 几屋的一个电阻 电阻都是一个电阻 所以说但是它对地 也就是说它里面的电路板是接地的 它是正常的 对是吧 电路板对地接地 加一个 复极对地是通的就对了是吧 对 它这个电路板本身是接地的 正接 这个是正接 正接 正接 前面那个全是二 中间护士24 对对 正常的 这个应该是没毛病 没问题 这个 就是它这个接地是正常的 这里这个正负接地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没毛病 电路没毛病 对吧 电路都正常 那现在就想办法把这个100多伏的电给放掉 既然门锁的电路负极是接地的 那我 把这个输出正负的负极 我给它做接地 就是这个电源块 它是输入220伏的交流电 输出5伏的直流电 直流电有正负 就是把负极接地 接出一根地线 地线连接地 这个是可以的 看一下它的电源块 在接地线不接地的情况下 它对地它是有个电压的 用这个电笔测100多伏 100几伏 再到门锁这个地方测量 这几根线 看电笔上都带 几十伏的电 他们说这几十伏的电 如果串到模块里边 它是会烧模块的 再看一下这个电源线 107伏 这个门是接地的 门是0伏 所以说应该是这个107伏 对大门放电 这是没接地的情况 如果把这个地线接地呢 这个线我直接怼这个接地上 接地体 接地线 然后用电笔测量 这个是没有电的 没有电 现在再去门口测量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电 直接测量这个电源线 刚才107伏 现在没了 电压没了 这几根线都不带电压了 都正常了 刚才都带几十伏 100伏 而复极接地以后 它的电压受影响吗 它的输出电压是正常的 5伏的自6电压 所以我认为我这样接 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把电源给它接好喽 我就是从腹极接出一根线 给它压在了接地牌上 这样呢100多伏的感应电就没了 我不知道叫它感应电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谐波电压 就是还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这个不接地产生的那个电压 是什么电压 但是这个电压是可以对地放掉的 好了 这样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工程师们 开始忙活了 他们要换模块 要找信号 反正我也看不懂 那就收拾一下工具 撤吧 車走不動了